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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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次讲到了六三三页 我们要开始 我们从这个第四 归一净众中尊 讲起 打开一下 这个归一净 其实这个就是属于 我们中国的这种佛学思想 他六祖的这个残学 把印度的佛法 透过了中国人的那一个 高度智慧的理解以后 把它转换成中国式的这一个佛法 那么这个佛法 它的意义 比印度原来翻译过来的那一个 还要更深入 更高潮 好我们来看 他现在讲到了归一净 其实这个净 在原文里面 他是归一深 是深邪 深邪 深邪的就是六合合净 也就是一个团体 一种团体的生活 那么一个大团体我们这个称之为深邪 通常一个深邪 不是一个人 一个大团体 我们讲到了团体的时候就不是一个人 比如说你某某党 那讲到了一个党 他绝对不是一个人而已 一定有一大群 一大票人 合合在一起 所以才称为党嘛 那么这个深邪的意思 也是如此 好我们现在讲到了归一深 在六组 他就把它演变成归一净 为什么会变成净呢 当然你要知道 就是讲到了六合合净的这个生活 必定是内心清静的 所以深邪的真正含义就是包括了你身体力行 达到了内心清静的一种境界 才叫做深邪 因此你归一深的话 其实就是归一净的真实含义 所以这个才叫做众众准 在大众里面最尊贵的 好我们看下面的这个解释 深团有六合合众 达到了三月清静 三月清静就是深口义 这三月得到清静 这个是深团深重当中最尊贵的 故称之为众中尊 我们必须了解到什么叫做深邪 我这个里面解释太简单了 其实这个深邪里面的这个合合 有礼合跟释合 这个深邪我们一般译为合合 这个合合众里面包括了礼合跟释合 这个礼合就是正果 达到了正阿罗汉果 有正果的这个是礼合 从理性上讲的话 它这个叫做礼合 所谓的释合就是说 我们在生活里面 人事上的 事项上的 真实生活的 这个叫做释合 那么这个释合里面 它包括了 有 六种合合 它这个里面有包括六种合合 建合 应该是同正 建合 我这一个政治 有点 我现在突然间想不太 好像 见解 见解上是完全是相同的 我现在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就不且用这样子 这个深邪里面包括了这个就是合合众 一个合合的一个大团体 这个叫深邪 它这个包括礼合跟释合 礼合的话就是达到了正果的那种 这个叫做礼合 释合合的部分 释向上的就是生活上的 它有包括六种 就是深合同住 大家合合的住在一起 口合无争 不会有争执的 亦合同解 这个戒合同尊 建合同正 大家都是实证同样的那一个见解 再来就是立合同君 因为他们那个 在印度 有书吗 这个 他们那个出家人 我现在说出家人 我们必须了解到这个合合众生邪 我们中国人是把这个深解释成出家人 这个是错误的 深不是出家人 深是 深且就是合合众一个大团体 不是出家人 这个第一点一定要把它厘清的 再来 再来 那么 在这个立合同君里面 如果讲到 出家的生团里面 他们的 经济生活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他们去脱钵 去化斋 去脱钵的时候 你不能说 我现在脱了以后 你知道 有一波很好吃的 我走到半路 先把它吃了 最好的我先吃 然后才带回去 不是这样子 不能这样子 他大家脱钵以后的那个食物 回到了精涩 他会倒在一起 或者是放着 然后再来分配 有人再来分配 像点座这样子来分配 所以这个大家吃的都是一样的 所以没有经济 他没有那个存款 没有这个身上不能攜带金钱 所以讲到立合同君的时候 就是说 他们的这些生活上的 物质上的那些 通通都是一样平等的 这个立合同君 如果说我们推行到 这个菩萨道的那种 同解 见合同解 是这个解 解释的解 好啊这一个呢 这个是 一合同月 对对对 一合同月 对 借合同修 借合同修 这个一样 这个一样的 一样的 对 这个应该是这样子 我临死 好 我们来看看 他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说 你如果是在家人的时候 我们必须了解到 我们社会上 所有的争执 争端 战争 都是贫富的问题 强国 去抢夺弱的弱势的 所以大团体吃小团体 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就是立不通君 那如果说以佛法的立场来讲的话 不管你是出家众 还是在家众 在家就是属于菩萨众 他的利益应该要平等的 所有的你收入一切的生活 大家水平上要同君的 这个叫做立和同君 好 见和同解 就是在你的见解上是一样 你所理解的是一样 戒和同尊或是同修 意义是一样的 意和同月 这个月月就是 大家都很高兴 心意沙 心意的那一个理解上 都是相当的喜悦的 好 这个就是属于四和的部分 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到 在这一个六和和里面 我们显现在现实生活的话 就是六和和 现在讲到的这一个 礼和更重要 礼和就是在你所实证的这个果位 比如说申文仲他所实证的是阿罗汉 还是出国二国三国 他这个正果上 这个是礼和 没有什么好真实的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僧团的一个真正的境界 这个才叫做静 清静的静 所以我们这个六祖 他就把这一个身解释成静 归一静 重中尊 好 现在 六三八月 在 不 六三三月 六三三月 在第四这个地方 归一静 重中尊 好 我们再看下来 第五 邪魔外道 在佛教以外 从 在佛教这个之外里面 所有从事于心外求法的 通通被称之为外道 现在讲到外道的就是包括了邪跟魔 在我们佛教里面把它丑化了叫做邪魔 事实上就是说他内心不是像内在自性在探寻的 那一个会变成外道 他那个思想见解 有邪见 所以被称为邪魔外大 问题在这里 譬如说 你 相信你外在有上帝 有上天 有什么劳母 有什么你要去祈求 去祷告 向他去追行 谋拜这样子 那么这个都是属于 外道的 佛法 所讲的是内心 你要祈求 要往内心自我去祈求 那个佛 佛就是自性佛 那个 法身佛 那么那个法身佛才是真正的佛 那么这个法身佛就是性空的离体 所以这个不是在外面的 你一定要从内在里面去自我去开拓 好再来第六 以自性三宝 常自正明 这个就是说 我们讲到佛法身三宝 真实的含义 它就是 觉 正 静 这个六足解释的 佛就是觉 法就是正 生就是静 这个三德 而我们的自性 它完全具足这个三宝 三德 这三德 完全具足在这个三宝里面 好 所以你必须从自性当中 自我自作证明 你向内在去自作证明 不是从外在的形象 可以得到证明的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告诉你 你不能向外去追求 你要向内的 这个是佛法最基本的要求 好 第七 凡夫不会 从日至月 受三归戒 就是讲到 现在六足在批判 我们一般的这些佛教徒 还是凡夫之类的 他从白天到晚上 他一直在做三归一 那么三归一戒的时候 是向外面再去做的 归一是归一外在的这个佛法身 而不是归一内心自性的 绝正境 所以这一个现在六足慎重在交代 好 看下来 这个就是在批判一般 徒作仪轨的那种归一戒 一般我们的这个信徒都是如此的 向外面在追寻追求的 徒作口诵 每天都练这个三归一文在练的 这个是口在诵的 这个都是归向外在的这个三宝 而不会归向自性三宝以及自性的五戒 现在很重要的就是要归到你自己的自性 其实不是这个三归一戒 不离自性 就是所有你讲经说法 将来你要讲经说法 还是说你要度化众生 种种的一切通通不离你的自己的自性 这一个原则 你一定要把它牢牢的谨记在心 好我们下面稍微讲一点这个论意的部分 六足他所传授的这个无相三归一戒 他重点重于这个无相的 讲到了这个无相 也就是这个三归一是归向自己的自性 这个是无形无相的 好不是向外面去寻求归一 我们的自性原来就是寒具有佛法身三宝以及这个戒性 那一个三归一戒又讲到了多了一个戒 那一个戒就是指五戒 那个归一一定要跟五戒连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叫三归一戒 你做三归一你自己不守五戒 那等于没有归一一样的 好我们再看下来 这个因为你向内力把握到你自己自性所具足的佛法身三宝 这个才是佛教呢 他举行这个三归一戒仪式的争议 真正的含义在这里 这个是要我们呢 向自心发现等具的觉还有正还有静 这个觉正静这个三德 一定要去发现结露出来 好 而由这个三德你去修正 不可以向外去皈依去寻觅 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学佛 结果成就的人了了无极 就是完全是向外在寻求 上师的你原来就是佛的那一个佛性 你完全没有去掌握嘛 好现在在下面看下来 规一觉是两足尊 好这个觉就是佛的意思 觉者 觉悟的意思 佛陀在因地呢 他是修这个福跟慧双修的 修福又修慧 所以成佛的时候呢 才能够福慧双足 福跟慧这个是两种的东西 慧就是说你能够误入到缘起性空 能够理解到大藏经理念这些经典 种种种的佛法等等 这个都是慧的部分 但是还要有福 福的话呢 就是说你之前曾经做了很大的福德的那些种福田的事情 所以你成佛的时候感到福报也是非常的满足的 那一个叫做福 所以这一个 福跟慧啊 两个不可或缺 这一个 它这个意义就是在警示我们学佛人的这一个因地 你在因地修道的时候 不可以偏移一边 而应该呢 要福跟慧呢 均衡双修 福慧双修 好 譬如 《众经传》 《辟易经》里面有一段 它是券上里面 它的原文 它是这么说的 它说 西迦瑟佛的时候 古时候 我们这一个世间 来到了释迦摩尼佛 这个是第四佛 第三佛就是迦摄佛 人寿在两万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一个迦摄佛出现 那时候啊 有兄弟两人出家聚为沙门 通通出家的沙门一定是指出家种 出家人才称之为沙门 好 这个沙门 那个门窗 那个门不是用沙做的 的那个门 这个沙门是 范语 范语啊 我们这个对音叫做沙门 它那一个真实的含义就是 勤洗勤修戒定慧 这个就是沙门的真实含义 这个就是沙门的真实含义 好 这个 后来他们出家作为沙门的时候 就是出家种了 兄弟呢 兄 其兄 他的哥哥爱好 持戒作禅 所以他自修的时候非常的严厉很严格 一心求道 但是呢 不好布施 他就不想说出去做行善 行布施的法 那么他的弟弟呢 爱好布施修福 但是没有修慧 那么这个就是各有所篇嘛 那么释迦佛出世的时候 你看经过了 那么几千万年了 来到释迦摩尼佛 这个第四佛出世了 人寿在七十岁的时候出世了 这个是释迦摩尼佛出世了 他的兄长 直佛出家修道 遇到了佛陀 后来就出家 很快他就得到阿罗汉了 正阿罗汉佛了 而读佛福常换衣食不充 他虽然正阿罗汉佛 但是读单独的佛福 就是说福报很微薄 经常没有衣服 没有饮食 这不充足 为什么 因为他福报太浅了 往事没有修这个福报 这个很重要 所以福报很重要 余租伴等游行起食 他虽然正阿罗汉 跟他们的同伴一起去游行去起食的时候 常读不饱而还 你看连吃饱饭都吃不饱 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知道说福报很浅 而另外他的弟弟身相中 转身做大象 就释迦牟尼佛的那个时代 他变成一头大象 他这个作为大象 多力能却怨敌 能够敌退那一个怨敌 我们印度 他们在做出征打仗的时候 中国人打仗都是骑马 他们印度人 经常骑这个大象在打仗的 像是非常有力 恐无有力的 好那么呢 因为他能够确敌 退敌 能够打败这个敌人 为国王所爱 那么这个国王非常钟爱 这一个大象 以好金银珍宝英若其身 就你看哦 用那些金银 那个那些婴若来挂在 披在他的身上 非常的爱好他 爱他 封数百亿攻击此象 就封了很大块 那些土地的税收 来攻击这一头象 随其所需 随着他这个大象 所需要吃什么 还有什么通通都是住他的饮食 他的居住 就是非常聪明的 好 胸鼻秋 则直大简 这个他的哥哥 结果遇到了大简 大简就是大饥荒的时候 游行起食 七日不得 你看哦 他到处去起食 大家都没饭吃了 你来要饭哪有可能 也是要不到的 所以 末后 得少出食 待得存命 你看哦 他最后 得到了 起得一点点 那个很出力的那些饮食 可以活命而已 可见 这个修福跟修慧 福慧要双修 所以等到你成佛的时候 这个两者才会满足 叫做两足尊 好 再看下来 好 我们刚刚看到了 这一个故事 在欲说 福慧呢 不宜以偏修 修 修 他的修掌 因为修慧 而缺乏修福 所以虽然 责得阿罗汉 仍旧 起食不足 好 那么弟弟呢 只是修福 不知道修慧 所以堕入到大象 而攻击 慎风 非常的充裕 皆非正确的忠道 我们必须了解到佛法 需要修忠道 好 又 我下面 又再举了一个例子 《辟易经》里面第三箭 也这么说 他说 习有恶比丘 持戒智慧正等 聚得虚头环果 那个少了一个环 三点水 那一个环 你们加上去 聚得虚头环果 依比丘 淡行起食 少了一个起 把它加上去 好 以用不思 其中有一个比丘 他就是 只是天天多塞 行起 然后 用行起的这个食物 你知道 取得的食物 还是其他东西用来布施 犯诸比丘生 及贫穷者 你看 他供养其他的比丘生 以及比较贫困的人 好 另外一比丘 但坐禅自首 你看 他那个心 也是很精进 每天都很 晶晶夜夜的 在坐禅自首 好 后来 这两人 聚得阿罗汉 好 其一 前世 起食 布施的 这一个人 为加罗月子 做沙门 众人 自此衣食 日日已知 每天都可以得到 衣 食 食物 什么都有了 好 另外 其一 比丘 前世 但自首者 就是自首在坐禅的 这一个 今为卑子 做沙门 起食 吾有益者 你看 人家都不给他 常大饥渴 这个就是缺乏修福的那种情形 好 上饮恶利 皆偏修福慧 而佛于因地 他就是福慧双修 所以 在果地的时候 则成为福慧双族的两族尊 所以这个两族 是满族的族 不是脚的族 不要搞错 好 这个 六族说道 自心归一绝 邪迷不生 这个是邪迷 生至于此 我们必须了解到 讲道 会入邪 还是说迷惑等等 这个就是智慧没有开 你智慧不开的时候 就是愚痴 那一个愚痴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不是那个愚笨IQ很低的 不是这个 这个愚痴就是指说 你对这个缘起 性空的正法 没有办法透视 你还有无名 那么这个叫做愚痴 今归自觉 你今天能够反归自性自觉的时候 会力薄发 所以能够破除一切邪迹于米 出邪见网 这个邪见网 在佛教里面 大家似乎不觉得 没有觉得什么叫做邪见 因为我们看佛经 听师长在开示讲解 大致能够离弃这一个邪见的 但是我们在佛教正统佛教之外的 那些道门的境界 那些道门他们也是在读佛经 也是在看佛经 甚至于他们有些人 比较有文学的人 也在注解佛经 然后把三教 基督教 武教 基督教 还有那个孟罕默德 回教引进来 他就是讲三教还是五教 何为一如 他说我圆通了 我什么通通圆满圆通的 所以他很自豪的 结果你不相信 你看看他那个注解 绝对是邪见的 他那个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种邪见自己没有办法了知 为什么 他在邪见里面 你不会发现到说自己的这种见解有问题 自己不知道 还会去取笑正统的佛教的这些住宿 还是那些大德在讲经说法的 他都乱讲了 这个明明是这样子他没有讲出来 他也会去批评 问题就是自己做警观天 自己不知道 所以这个要出邪见网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好 这个六祖又说到 少欲知足能理这个财色 这个就是说你修福的这个德 修这个福德 能够清心寡欲知足常乐 愿力这个财色 这样才能够真正造福人群 才是真正的修福 好 例如下面我引证一个 真一阿含经见三十一 立品第三十八之一 第五这个地方 他记载了这一个阿那立 曾经因听佛说法而打瞌睡 在佛陀讲经的时候他经常打瞌睡 佛陀就呵斥他 那这个时候他觉得很可耻 那时候他自己就自我奋发力士 我绝对不再睡觉 睡不复合眼睡眠 眼睛永远就真的大大的不再睡觉了 因为你眼睛没有合起来 那久了以后一定这个眼睛就产生毛病了 什么眼角膜什么什么角膜眼什么 反正就是很多的那些发炎的东西都跑出来 那么再久一点的话 因为你眼睛没有合起来没有休息没有滋润 后来就瞎了 这个是必定的情形 好 那么后来这一个阿那立后来就真的是瞎眼 有一天他在缝衣服的时候 因为眼瞎没办法穿针 他就说到 有谁要修服来帮我穿针 他在那个金色里面自己就叫得很大声 那时候佛陀刚好从金色的外面经过 听到了就进来替他穿针 阿那立就说到 如来生者真法之身 你这个是真法的这个身体 还要求什么法呢 你还要求什么法求什么福报 如来一度生死之海 又脱离这个爱着了 然与今日还要求什么福呢 所以佛陀就说到 求福是没有焉足的 不能满足 越多是越好的 即使你成佛的 还是还要一直在不断的求福 于是世尊就说了这个祭诵 那么说他 世间所有利 犹在人天中 福利最为胜 由福成佛道 他就是说我们世间上 所有一切的这个力量 周游在我们这个人 天当中 所有的这个力量 其实福的力量是最为殊胜 可见力量最庞大的 是指福的力量 由福成佛道 可见佛道还是要仰在这一个修福的 好我们再看下来 故知佛道 不但要慧 不只是要慧 福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要福慧双修 然而 我们一般 错把修福 意会到来生 得福报 我们一般的人去布施修福 认为我现在造了这个福田 将来可以得到大的福报 把这个寄托在来生未来的 这样子就偏到了未来去了 其实指福的这个福报 它是当下的事情 你能够少欲知足 愿力这个财色 进而能够帮助他人 当下他的心的那种福乐满足 不可言喻 可见就是当下就得到回报的 好我们再看下来 皈依正 就是 己无人我 己无人我共高贪爱执着 就是说你能够皈依正的时候 其实这个就是正法 你皈依法就是 你已经反悟到自心正法的那种 那种境界的 这个时候就没有我 没有人的那种平等境界 就出现了 所以那些没有那种 共高我慢 爱贪爱执着等等通通就 这个正是正是正法的 正是正法的现前的 体悟这个正空极灭的时候 那些我直高傲贪爱执着等等的这些心 都必随着你的自性的空极而消存下来 很奇特的就是说 一个人当你真正能够反悟自性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自性 它本身是性空的 是极灭的 那你体悟到这个自性的时候 你这个人的当下 会随着你这个自性的空极性 你所有的心思 所有的一切高傲 我们通通变成空极 空极 然后通通会平等的 还有极灭的下沉 能够沉淀下来 所以他不会有那种 供高我慢的那种心态说 我开悟了 我是圣人 我高人一等的那种心态出现 没有 他不会的 反而他会退到最底层 譬如说你之前 你想说我发个大宴 要去救度众生 我将来我一定要把 拉拔很多很多的众生 往这个拉到这个 成佛的彼岸去的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 一直在用功的时候 突然间你 这个开悟了 你悟到了这个 极灭性的境界的时候 之前的那一个心态 想要指引拉拔一大票的那种 众生进入捏盘的那种心态 会改观 怎样改观呢 你不是在前面拉拔他们 而是在往后 站在他们的后面 往前把他们推过去 这一个在后面推的 跟在前面拉的 这一个就不一样了 你在前面拉的这个时候 你会觉得说你是一个领导者 想要去救度众生 我们一直要牵引他 事实上 这个时候 这个其实 跟我们这个 你所侮辱到的 这个空击性 是非常有重要的 所以我在想到说 真正你在学佛 你在修道的这个过程里面 很重要的一环 就是说你一定要 依照你自己的自性在修 这个叫做趁性而修 趁性而行 合乎你自己的自性在修持 因为那一个自性它是性空的 是寂寐性的 所以你的心会随着那个寂寐性而下沉 而寂寐下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刚刚说过的 这个修福修慧 他福慧要双修 好我们再看下来 这个刚刚说到 我这里下面举了一个例子 例如日本有一位伊达正宗的这一个将军 这个日本的将军 有一天正在把玩着他心爱的茶中 就是茶杯 他在玩了一个茶杯 他很疼爱这个茶杯 这个时候 因为他这个杯 这个茶杯价值连成了 所以更是心爱 玩一玩突然间 忽然间一溜手 那个茶杯掉下来 他赶快又去接 差一点就滑落打破了 这个时候使他 顿然陡然心惊 他虽然松了一口气说 好家在没有打破 但是这个时候他猛然发现到自己 在沙场上出身入死去跟敌对 在作战的时候 通通不曾恐惧过 为何那么一点点一个小茶杯 一掉落我怦然心惊 他减点之后 他发现到 这个是因为自己对这个茶杯 太过于喜爱 贪爱贪着 才会这样子 于是他就想到说 这个贪爱心 这种贪爱心 你一定要放弃 这个时候 就把那个架子连成的这个茶杯 就摔出去了 从这个窗户那边就往外摔出去 摔到那个地上碎成碎片的 他这个时候不经开怀大笑起来 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一个人那种贪着心 贪高心贪爱心 这些通通都是要用正法去对峙的 你放下了贪爱执着 当下立即就得到了解脱 所以称之为黎玉尊 这个皈依正 这个可以得到黎玉尊尊的这个情形 好我们下面再看下来 一切的这个尘劳爱欲境界 自性皆不染拙 好这一点 譬如 就像杂阿寒经 《简经》二十一五六四经里面的记载 他说这个佛跟阿兰 就在社会国奇数及孤独猿 圆住的那一段期间 那个时候有一个其他的比丘女 对阿兰升起了染灼心 因为阿兰很英俊很潇洒 这个比丘女每天都在想念着她 想到了内心已经没办法抑制了 这个时候欲火难易 她就派人去请阿兰来看战 看望她的病 来探病 这个时候阿兰走到这个比丘女的住处的时候 这个比丘女摇见阿兰来了 就卸去了衣服裸露在这个船上 用这样子要去诱惑阿兰 那么阿兰摇见她裸露出来的 当时她走到那个门口的时候 就自射脸珠根回身臂住 就转身向外面的 这个比丘女看到阿兰他回身臂住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就自己觉得惭愧的 起着衣服赶快起来把衣服穿上去 扶坐聚出迎这个尊者阿兰 这个时候阿兰未说法就替她说法了 她说姐妹如此生者 那个来要把它化掉 那个如来 那个来不要 如此生者 就是说我们像这样子的身体 会食长痒 我们吃了五股杂粮 焦慢长痒 你看我们这个身体 他要吃了五股杂粮会食 然后有焦慢来滋养他 爱所长痒 你也要怜爱才会长痒的 还有淫欲长痒 你看他里面还有加上来淫欲等等 反正你这个身体的成长不是那么简单的 所以他当断会食焦慢爱欲淫欲 就给他开示了 这个时候这个比丘尼文法 即得法眼镜 你看很厉害 这个阿兰跟他说法的时候 听到了对方突然间得到了法眼镜 法眼镜就他的下一剎脑 就是得到了这个西头环果 就出国见到了 他就在见到开悟的这一个边缘 已经得到法眼镜了 就像那个闪电的时候要打雷了 他雷还没有打 那个闪电已经出现了 所以这一个非常的难得的 好 人的那种浴火燃烧 难易的那种心理心态 能够突然间听闻佛法而悟到 足正我们这个自性当中 他就有清净不然的那种性德 我们的本性很自然的就有一种清净的德性在里面 你需要自我返求去开发它 所以这个比丘尼淫玉淫火在浑烧的这一个煞脑 结果能够文化得悟 这个非常非常的不简单 还有你像那一个摩登茄尼在爱阿兰的时候也是一样 你看他那个爱到他已经没办法 每天都要去那个京色去看阿兰 在京色外面在那边探望看看阿兰 有看到那个人 他内心就觉得很满足了 是这样子的情形 结果经过佛陀跟他说法了以后 他说你如果真的爱阿兰的话 阿兰他是出家 你也要出家 你如果能够出家 就能够跟他在一起 你最起码你要跟他同等 后来他就想到说我既然在爱阿兰的时候 我就要稍微牺牲一点没关系 他就真的剃掉了头发 然后就跟他过着这个出家的生活 但是在出家生活里面听到佛陀说法以后 他突然间自己反悟开悟了 比阿兰更早赠阿罗汉 所以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知道说 学佛你不要去害怕那种淫欲 什么内心的贪嗔痴什么通通你不用去害怕他 你要知道因为有了这个欲 所以他会成道 如果连欲都没有的话 你就成不了道了 所以六祖就讲道 他说有情来下种 因帝果还生 他说你如果是无情 他就没有佛性了 没有佛种 你看 没有佛性的就像石头 木头一样 他永远都在那里 永远是无情的 他怎么会成佛 所以没有办法成佛 你成佛一定要用有情的 有情事的 有感情的 那么这个来下种 所以这个人 你不要去烦恼说我有情欲 天下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情欲的 你既然会生在这个世间 必定会有贪嗔痴慢的这种心理 这个是难免的 但是因为是有了这样子的心态 所以他能够成佛 好 这个 我们再看下来 这个六祖说若修此性 是自归一 好 你如果这样子在修 你这样子就是叫做自归一 整个佛教的这个修行 都是在自归一 这个不是六祖他所发明的 他所创说的 而是在原始佛教 他就在自作一职 自作归一 佛教本身就是一个自作一职的一个教团 在原始佛教的时候 阿含经里面就非常明确的记录 这一个事情 好 我们来看下来 藏阿含经第二卷游行经 这一段 他记载了佛陀 度过了恒河 到达八旗的首都 佛呢 皮色里 这个地方 皮色里城的地方 他正逢乙迹的时候 好 佛呢 佛陀因为衰老而患病了 他那时候有病了 被痛非常的严重 佛陀以精勤的力量 自立 以流这个寿命 这个时候阿吶就说 我想佛陀 佛陀对我们这一个身团 还没有做那种选定继承者统领身团的这一个人 你应该不会辞世的 就是说佛陀还没有选拔出来 一个继承人 你应该不会就这样子远起去了 这个时候佛陀听到阿兰这么说 就告诉阿兰 他说这个很重要 大家注意 他说 众生与我有所需也 所有的这个身重 他们是不是对我有所需求 有所需要 一定要我吗 若有致言 如果说有一个人自己说 我持众生 我赦众生 假使有这么一号的人物 他说我主持了这一个众生 我赦持这个众生 有这样子的心态的时候 诗人就是此人 愚众应有教命 那么这个人对于这些大众 应该会有教命 有赤命 那个这里的教命 跟那个赤 还是赤命 赤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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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道理 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在摄持这个众生 你这个所有的身重 是我在主持的 是我在摄持的 那我对这一个身重 一定有这个赤命 一定有这个赤令 有教命 这样子的 好 但是 如来不言 佛陀 我 我不说我持愚众 我在主持 摄持这些大众 没有 我并没有这种心态 其当于众有教令乎 怎么会有这个教令呢 当自自然 你要自我自然 自我燃起你自己的智慧 点亮你智慧的明灯 自然于法 你对于这个正法 要自然要点亮这个正法 悟他自然 不要去点亮其他的 你要自我自然 当自归一 你应当要自我归一 归向你自己 归一于法 那一个正法 就是你自己的自性正法 你一定要往内归一 悟他归一 绝对不要去向外去归一其他的 我们在这一段里面 这个是《长阿寒经》里面 佛陀要入灭之前 交代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可见在这里面你就可以知道 佛陀他没有教令 没有教命 没有教令 没有赐令 就是告诉你说 在我们中国人讲到了天命 我有天命 你们应该要听命于我 我有天命 我赋有上天给我的一个命 所以你们大众一定要听命于我 所以这个命 教令很重要的 你们一定要听我 这个是外道的那种见解 佛教里面有没有这个教令 有没有天命 没有 佛法完全没有这个的 他不相信外在的 因为整个佛法 都是你内心自性 自己自我归一的 不是自己去养医别人的 所以这个跟外道非常非常不同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就完全显露出来的 所以你看 甚至也有这种佛教 他说 你一定要归一我 我们生生世世 都是师徒 你如果违背我的话 你就完全 这一条命完全就断了 你就完全堕落了 所以你一定要归命于我 所以多了一个归一师 归一老师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生 再来归一师 你要归一老师 你的师父 所以这个师父非常的重要 在佛教里面 绝对没有这件事情 这个很重要的 如果你还在相信 要归一师的时候 唯有老师才能 拉拔你才能解救你的时候 你还在相信外在的 所以这个佛法在这个阿含经里面就非常明白的告诉你 要当自自然 自然于法 悟他自然 你看这个讲得这么清楚 这么明白的 你要自我自然的 所以你就要点亮你自己的明灯 不是点亮对方的啦 即使对方的灯多大 多明亮 是他家的事 你自己的灯没有点亮 你还是在暗淡里面 所以你要点亮你自己 不必去照顾他人 你不要去巴望别人帮你点亮 帮你照耀 我依赖师父就好了啦 师父他会你的拉拔我嘛 其实师父归师父的 他的解脱是他的境界 他吃饱的时候是他肚子饱 你还是饿的 他没有办法替你吃饱 因此这一个解脱也是如此 好 我们看下来 我刚刚引证的这个长阿寒经这一段 引文 透露了三项重大的消息 稍微要留意一点 第一 佛没有摄持大众 第一点 这个既然没有摄重 则如果你想要仰仰佛力得到解脱的话 岂有可能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嘛 好 这个就显示出 佛法完全是靠自力解脱的 那些以为佛能够给众生示福 能够给众生开智慧 能够给众生消业障 而不断在祈祷祈求的 这个只是迷信而已 所以你要有具备自我的这个智慧 不是在仰求外在的 第二 佛无教命 就是说佛陀没有这个教命 没有次令 外道误以为佛有天命 会长天盘或长道盘 你要知道这个是伴佛 诽谤佛陀 佛已经出离三界有为的那些权柄 达到了无为极灭的那种境界 怎么会去长什么盘吗 绝对不可以 他就不会有什么有所指掌 那些打着佛的教命 在行道的 都是在涉读这个佛 讲到他要替天行道 替天在度化什么 那都是在假戒的 好 第三 很重要的 就是自立解脱 佛陀在临这个入灭之前 他还叮咛说 你应当自 当自自然 自然于法 悟他自然 还有当自归一 归一于法 悟他归一 你看这个佛陀在灭度之前 慎重的交代 这个赤燃就是这个燃亮 点亮你自己智慧的这个明灯 点亮法的这个明灯 不要去赤燃其他的 从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你自己的这个智慧 你一定要把它开发出来 好 今天这个六祖所说的 完全直存于刚刚佛陀说的这个境界 归一僧的这个僧 我们翻例成生茄 三嘎 好 他汉语为合合众 他是一个大团体的一个意识 叫做合合众 他这个合合众这个众包括什么 包括了沙弥 沙弥妮 四叉摩娜 四叉摩娜就是还没有落法 还没有这个替法 住在寺庙里面 查看有没有怀孕的这种人 这个女子 因为你如果好来出家的 好 当下就给你剃头 这个头剃了以后 什么奇怪了 他肚子渐渐渐渐大起来 他还没有出家的时候 他已经就有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行 你一定要在生团里面 待一个几个月 发现到没问题了 那么你才能够给他剃肚 所以这个女众不能够说 今天来我当下就给你剃头 这个绝对行不通的 不能这样做 好 这个就是说 他的佛陀的制定叫做四叉摩娜 还有再来就是 比丘 比丘尼 再来 幽婆赛 幽婆仪 再来菩萨 总共有八种 我们一般佛教讲七种 事实上他加上 应该要加上菩萨种 才对 这个是八种的 而不是指某一个人而言 所以这个生不是指一个人 生是一个大团体 所以归一身就是归一 融入到佛教的大团体里面 而不是归一某一个人为师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也有人说 凡是归一我的人 必定都能够往生西方 这个是非常方淡的话 他自己有没有办法往生都不知道 你还要包括所有归一你的人通通往生 归一的意思 连这个归一的意思都没有搞清楚 如果依照六祖所说的这个生 更是指向三叶清静的静 更不是指某个人 所以这个生不能只是一个某个人叫做生的 我们下面我们再看下来 善知事各自观察 莫错用心 经文分明言自归一佛 不言归一他佛 自佛不归 无所依处 经济自物各须归一 自心三宝 虐条心性 外境他人 自归一也 好这一个这一段 也是他在六祖在讲到三归一的一个结束 他说你大家要各自自我观察 你不要去错用心 这个经文里面分明讲到要自归一 自归一佛 你看我们那个 练那个早晚课不是有一个三归一吗 那个三归一里面有自归一佛当愿众生 那个自归一其实这个是出自那一个华言经里面的 所以这个自归一佛 这个六祖有读过华言经 所以他就会引证说经文分明 他看过华言经 所以自归一佛不愿归一他佛 里面并不是说他归一佛归一他佛没有这么说 所以自佛不归无所益处 你不归自佛你要去哪里归一 所以无所益处没有所归一的地方 他的重点在哪里 就是在教你说你要往内自我归一 好经济自悟 你现在既然能够自己自悟了 各须归一自心三宝 你叫往内归一你的自心三宝 这个就是无相的三宝 内调心性 向内调整你自己的心性 外敬他人 再来这个是自归一也 所以自归一就是能够内调心性 外敬他人 这个才是真正的自归一 我们再看下来 我们下面有注视这个地方 各自观察 就是个人自己仔细观察 研探到底是自心中的事 还是心外的事 你要好好各自观察 第二经文分明 言自归一佛 这个就是指什么 大方广佛华言经第十三卷 净行品第十一 有这么一段 你看这个六族有读过 所以他会引证 他说自归一佛 当愿众生 哨容佛种 发无上意 就是说你今天 我自己归一这一个佛的时候 我还当愿 所有一切众生 能够哨容佛种 佛的这个种性 能够哨容 哨就是能够哨记 容兴隆 佛的这个种性 发出无上的意 就是我尿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好 这个是自归一佛 再来自归一法 自己归一这个正法 当愿众生 深入精湛 智慧如海 你这个时候 就希望说 一切的众生 通通能够 深入到精湛里面 他的智慧 就像大海一样 这个是归一法 但是现在的人 他怎么说 他说你念阿弥陀佛 要 这个 咬紧 这个阿弥陀佛 你不能够去看 其他的经典 因为你看到很多的经典 你这个叫做乱了 你会被他拖累 这个叫做 杂羞 夹杂 因为你有夹杂以后 你不精纯 所以就阻碍了你往生了 我以前在印经典 印了很多佛书佛经 结果有好多的人 把我寄回来 整包整包的寄回来 我说奇怪 他干嘛 大家都一大包一大包的 我就寄回来 后来我就想不通 就打电话去问他们 找一个有电话的就打问他 他说你干嘛 要把这东西你不看 为什么要寄回来 他说我听这个录音带 里面讲到的 电视里面讲到的 他说你不能够看其他的这一个经典 你看了以后 你这个心会乱了 然后你的意志就不刚强了 所以这个变成夹杂 既然有夹杂 你就妨碍你往生 你不能往生的 我在那还得了 所以我就把它寄回去给你了 所以从这个地方你要知道 古时候讲夹杂 夹杂不是这个意思 他连这个夹杂通通搞错 什么叫做夹杂 就是说你在学佛念佛的当中 你夹杂那些贪嗔吃的东西 这个叫做夹杂 而不是说你在看佛经 这个叫夹杂 你多看佛经以后 就是能智慧如海 加深你往生的信念 加深你那种专精的那一个心态 保证能够往生的 所以这个智慧能够如海 所以在这个地方 顺便告诉各位的情形 好 再来自归一生 当愿众生同理大众 好 这一个就是讲到了 六祖讲的归一静 好 你这个时候能够同理大众 为什么要同理大众呢 因为你的心地清静 才能够真的能够同理大静 大众受到了你的这一个号召 得到了拥护 可以得到大同理 可以一切无碍 就不会有真子了 好 这个是经文 明说是自己归一 自我归一 归一自性天真佛 就是觉 归一自性的正法 这个叫做归一正 归一自性清静 这个叫做归一静 所以这个归一觉正静 就是归一三宝 那么这三宝呢 完全是要往内 归一到你自己的自性 不是向外面去归一的啦 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哦 好 第三 内调心性 就是向内的话 调育你自心不良的那个心恋 例如你有称慧的心 应该用慈悲来调育他 散乱的心 用三面这个定 来去调育他等等 这个叫做调育 内调心性 你自己的心性 你一定要自我去调理 好 我们下面有一个论意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好 我们来看 这个六祖说到了 经文分明言自归一 不言归一他佛 这个自归自性佛法身 不是归一外在 随着外在的这个上帝 神旗 教派 不是归一那些 例如在四分历 卷33里面 记载着一段 他说 佛有罗月城的时候 有玉皮罗家舍 与诸弟子来归入佛门 出家学道 好 这个时候 富有三若 这个三若就是六派哲学之一的 二百五十泛志出家学道 那一个外道他们的 两百五十人通通来 城中高贵的足性子等义出家学道 他们也通通来了 好 这个时候 城中诸长者自相借赤眼 这个时候 因为太多的人归一佛法 然后去出家了 那引起这个城中里面 所有那些长者 他们就互相借赤 就是互相警戒 就说到 如等有儿 你们如果有儿子的 各自要胜父 要谨慎的皇父 父有夫者 做老婆的人 有丈夫的 你也要谨慎防腐 现在因为大沙门 从摩羯国 借渡诸犯志 就是说 今天这个佛陀大沙门 他在摩羯陀国那个地方 渡了很多的那些犯志 就是佛陀门的那些人 已经度 他们度了一大票的人 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 父当带此诸人去 现在又会把我们这里很多的人 男人通通带走了 所以你们一定要谨慎防腐的 做老爹的人 老爹的人 一定要防护你的儿子 有太太 那个当太太的人 你要防护你的丈夫 不要被他拐去了 所以这个朱比丘 在城中里面 听闻到这件事情 皆怀惭愧 内心都觉得很惭愧 罔告世尊 这个时候他们就回来 就告诉佛陀 佛陀就说 此流言 不久将自息 很快 没多久 他会自然就平息了 不过七日 不会超过七天 如等入城 你们现在 在去托波入城的时候 若吻原始 如果你听到这种传言的时候 便以此迹回答 你就讲了这个迹诵 可以回答他们 如来大势力 以法而将去 他说佛陀有大的那种势力 以这个佛法正法而带去 那个将就是带的意思 就把他带去的 这个法 佛法大法把他带去的 不是人去带他 是法去带他的 以法将去者 以这个大法 把他带去的 如等何优计 那你们何必去 在忧愁害怕呢 就不用害怕 是法在带他们去的 这个比丘 儒教而唱世纪 就入城的时候 就唱诵这一个祭诵 那些长者们 听到了以后 急作试炼 他说 大沙门以法将弃 用这个大法把他们带去了 不为非法 他们不是非法的 好 这个将去 是带去的意思 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字 将就是带的意思 这个是归一法 而以法而将去的 非 而非 他归一 不是归一其他的 非他将去 不是他人把他将去 而是法带去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这个佛陀 真的是大智慧 遇到了这样子的情形 佛陀讲了这一个祭诵 结果就平息了 整个城中里面的那些传言 好 我们来回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